主料,橄榄油150克,低筋面粉150克,糖粉100克,鸡蛋液40克,花生酱60克,榛子粉80克,辅量,泡打粉3克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橄榄油和糖粉放在大碗里,用手动打蛋器拌匀,三次加入蛋液拌匀,加入过筛的低筋面粉和泡打粉。 拌匀,加入花生酱和榛子粉,拌匀成饼干面团,把面团分成小块的小面团,做成自己喜欢的形状,放在烤盘上,扫上蛋液,把烤盘放进180度越热的烤箱中层,烤运18分钟,出炉,烹饪技巧。 一,橄榄油可以化成植物油或者黄油,用猪油更酥脆,但是猪油没有橄榄油健康,自己圈横吧,二没有榛子粉可以化成等量的低筋面粉,当然也失去了这款酥饼中榛子浓香的味道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